我感激主是這兩位姊妹都有處理 處理就是她跟耶穌說 將那件事放手 另外這位姊妹就說她去到那個聚會的地方 去討告又要找人跟她祈禱 在內心裏面處理 我們都嘗試用不同方法處理 雖然有些更有效的方法 但總之你處理已經是一個好的開始了 但問題是有些人很久都不處理 很多年都不處理 一直在生氣的人 隔壁住 人們都是對我這樣的 也有不少人跟我說過 我那時候被人傷害過 我現在都不想回教會 我都不想侍奉神 即是她就把那個 完全拿了別人的攻擊 以後就吃光的攻擊 以後的生命就破碎了 我希望大家有這個知覺性 知覺性知覺有這個問題 我自己感激神 因為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 後來我經歷喜朗 我就刻意保持 我隨時祈禱都可以保持到 我感激神 所以我經常都在這個喜樂的狀況 我一發覺裡面有些偽 我就知道有些問題 我不是故意找一下有沒有偽 我不用找的 總之我經常讚美神 那些有些偽 我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試過一次 這個是我經歷聖年充滿之前 有一次有一晚 我發覺總是有人偽 原來發生什麼事 我當日去買東西 那個六點關門 我一去到還差 可能半分鐘 他已經關門了 我關門了 我說我想買東西 明天來過 其實不是他錯的 不是什麼大的問題 但是好像挫折 他想買東西 就買不到 那就白走一次 但我發覺那晚 不知道為什麼會不開心 好像偽悶的感覺 原來人就是這樣 無論失敗一件事 被人說一句 或者什麼發生 都會有些不舒服的感覺 那我就會處理 我知道了 就處理了 這個就是一個鎖匙 而我剛才說 就是處理是需要思想上處理 我有做錯 我認錯 我不是做錯 我不用介意 神會給我 我聽神話 神會給我 在思想上 不介意那個人的傷害 然後讚美神 能夠輕省 這樣兩樣一起的時候 內心就會鬆了 我不會聽到 他就不會看 我不會聽到 他就不會聽到 你會知道 你會不會聽到 他就不會聽到 我會聽到 他不跟你講 我會聽到 你會聽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